不要不要 我不敢看 原色火焰還是壞掉的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約娜 歡迎收看這一次龍之谷的改版啦 不是我要說可是這一次改版的那個頁面啊 真的是超級勁爆欸 可是問題是 是克拉罕 好啦 我們這一次綠龍回歸 而且還是以八人巢穴的形態回歸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 大崩壞之後的首次就是 就是八人龍巢的 正常八人回歸 好像講得很奇怪喔 沒有啦 因為之前都改了四人嘛 那這一次是八人回歸 對 但是問題是 他改版的東西又非常的 怎麼講 很那個 大家就是 搞得好像下一次 下一次等級上限又會再改一次那樣子 那 就是怎麼講 我其實對現在的 開發組其實感就是 好感沒那麼高喔 因為他們就是改的蠻亂的 就好比 90到93好了 你93沒有出L龍域那些的就算了 你95又突然大改了一次裝備系統 我覺得這其實 有點怪 那他這一次又 就是 八人龍巢 他說一年兩隻龍 但是 今年他們還是復刻了一隻 過去的龍 雖然是八人的 但是 那個血量也是蠻誇張的 好大家都知道我們95的滿中是14000 喔 那 這個 綠龍呢 他跟以前不一樣 他是有實現 他就是限時是每關各自限時這樣子 然後 血量是大喚的12倍 What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所以這就是其實還是蠻 誇張的喔 各位可以看到 災變降臨 惡夢綠龍 1月16號 萬物終結 野心 蒙蔽雙眼 貪婪吞噬世界 這好像比較適合用在魔局身上喔 好那魔局其實就是我們 欸 國外 聽說是叫馬門是不是 喔這個七元罪的惡魔呢 比如說 欸 憤怒是 撒旦 那 欸 憤怒是撒旦嗎 我不知道 反正貪婪是馬門沒有錯 然後 色域是阿斯莫丁 這個其實都是一些神話的東西 有興趣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找找看 個人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就是 有稍微去理解這樣子啦 好那這是成熟個人興趣喔 好不好 那 今天不見得能進 關卡裡面給大家看 因為那個血量太誇張了 其實 不得不說其實我這一次 是 沒打算要進去的 因為 太麻煩了 但是 就是 我們看能不能組個觀光團進去看看吧 好不好 我們應該能夠順利進到2R啦 應該說 這一次的關卡有5R外加一個前 開胃菜 開胃菜就是我們的請教 這是 我到底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子呢 是不是 好啦 那我把裝備轉一轉 那就可以準備開始啦 好那這一次除了上次的金幣巢穴之外呢 這一次還新增了 果凍巢穴 他是位於 太完美樂園裡面 在 進綠龍以前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太完美主題樂園裡面呢 一樣有這麼一個 叫做 我剛剛說這是什麼巢穴來著 喔果凍巢穴喔 喔他有果凍巢穴這東西 那他跟黃金哥布林是相同的一個入場區域喔 都是在 太完美樂園裡面 而且近期也有活動 趕快去挑戰太完美樂園可以拿一些獎勵 個人覺得獎勵內容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多拿拿 那這一次的合成時裝 阿勒 這是每日任務嗎 這是每日任務 這是EXP 這是活動 喔他是在活動裡面 但是我沒有門票喔 所以 總之就是從這個地方進去了好不好 然後這一次的合成時裝是咱們的 貝勒尼卡 就是我們的 局長 國情局局長 那他也在這一次的935外傳任務裡面正是與我們 就是 投入女神派裡面 凡女神派裡面的這樣子 說起來他就是 他確實是 很很很適合一個人沒有錯 雖然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在幹嘛 喔那 有 香腸仔這邊有兩個任務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吧 好不好 我們先說第一個 神啊 請給我多一點果凍 萊維亞 等一下萊維亞 是我呀 香腸仔 一臉 疲態的香腸仔 興奮的揮著手 有什麼事嗎 你來了正好 我有東西要給你 嘿嘿 我知道你人緣好 萊維亞 但我不知道你 還怪咖 不 雖然各部人也關係肥沉了 到底該說是特色 還真是怪異呢 尾巴上的蝴蝶結 我真的是 你怎麼知道我尾巴上有蝴蝶結啊 再說 無顏薯條是怎樣 我還傻眼貓咪 貓咪傻眼 傻眼貓咪是不是 現在年輕人都是玩這一招 穿著 哈洛麗衣服的 幹我的眼睛好痛喔 總之我要給你的就是這個果凍袋 聞起來很香 但總覺得就是怪怪的那個哥布林 ㄟ 哈洛麗威亞 星星 突然寄信給你就是不好意思 因為這裡情況有點緊急 我是 EYE給我出來 我保證不打死你們 魔法少女實習生果凍哥布林 在神聖天章裡面有部分種族身份 只平常成為魔法少女的 熱情而運作的學校 神啊請給我多一點果凍 要成為真正的馬霍 chapter 是要有天賦的 首先你要跟QB結下契約 喔不是啊不是啊 那個是銀獸喔 最近 最近我們的酷羅魔法史呢 又就是 開始延載了喔 我覺得各位有興趣可以看看喔 他那個是 馬獲修酒業界良心喔 真當你沒辦法頭腦這麼簡單 呃 起雞皮疙瘩了 重點是 小 青 星 哥布林 哥布欸 我們在這浩瀚宇宙裡相遇 不覺得是種緣分嗎 呵呵 你的反應很沒禮貌欸 重點還不是能力 魔法可以救人的話 就去當魔法師就好啦 其實有魔法我妮可當黑龍 魔法少女提供的是情感上的服務各部 我們的使命是傳達愛與希望 給阿提亞的孩子們 小青星是必須要的 從我開始的許多魔法少女實習生 都在充滿果凍的神啊 請給我多一點果凍觀念卡中 操練的怎麼變得像小青星 可是在嚴格的訓練下 有些是去小青星的實習生 這樣使用黑魔法 將那些那裡的果凍追星成可怕的怪物 我覺得這是你們的問題啊欸 我們是朋友嗎 我們真的不是朋友呢 我們有朋友 唷齁齁齁 問題是你還不夠小青星 通常想 所以我特別告訴你進入方法 神啊 就有就是深淵關卡難度跟巢穴 同關之後就是有機會獲得這個門票 好 那就是巢穴還有關卡結束之後都有機會啦好不好 那一樣不帶 因為我誰知道那個什麼時候打到喔 再來就是我們這一次改版的一大重點 Time Attack 殘像裡的龍 我先喝個水好不好 水上縮著喝水但問題是沙士阿 欸欸欸欸 來尾亞你快來阿 從時空庭院傳來陌生的聲音 上下香腸仔 非常的不安 呃 我記得這片森林 刺別血腥味 看著看著我 我費力毀掉了方地 沒長出花蟲嗎 這是什麼 新草稀嗎 要毀掉才新 可 可 可拉漢 哇他直接給我們四千點欸 可拉漢 可拉漢不是死了嗎 可拉漢不是死了嗎 他是死的沒錯 這應該是他的殘像 就像你 就像你眼睛關 燈光 關著後欸 閉上眼睛會有殘留一樣 應該是死去的可拉漢的怨念了 刺激女神惡夢導致的 快去聽聽他說 說在說什麼 該死了 這什麼爛森 為什麼不管我怎麼走也走不出去 這是鬼打牆嗎 就是怎麼走不出去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時候我明明 對阿 每次都破壞我企劃的小鬼 我就知道他是我人生的半小時 我怎麼還活著 至少我的力量是 惡夢釋放的黑暗力量嗎 是女神的搞鬼嗎 呵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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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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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想去記他到底笑了幾聲阿 手裡的榮譽嗎?真的是有夠可笑的 哼哼哈哈哈哈 女神啊 因為無法忘懷我的風采 我們剛剛有個哥布林馬虎休酒 現在又來一個自戀狂 首先我要把那小鬼 我要把藏的那小鬼收到的恥辱還給他 我要讓他見識見識我的風采再現 說不定這一切都是你搞出來的 我感受到新的巢穴產生 只是沒想到是過去的綠龍克拉漢 我可以做了 等等來了呀 這個綠龍巢穴不同於其他真實的巢穴 經過一定時間後就會消失 就像殘巷 就像就跟殘巷會消失是一樣的道理喔 沒錯 因為這只是受到女神噩夢刺激後 暫時產生的幻影喔 這邊就有講到他是有時間限制的一個巢穴 OK那這是95等可以進去的 那你是有什麼活動嗎 這應該是這一次的啦 對 我們先來看看吧 還是這個你們就自己看 很久以前有個鴨爸小柔柔 他原本是個會固定買樂透的純真青年 甚至還偷窺女生專用溫泉 大哥 請讓我稱一聲大哥 有個 有個勇士要代替月亮城嗎 鴨爸小柔 那應該就是剛剛那個哥布林了 喔 嗯 嗯 所以再來就是我媽找那個鴨爸是吧 好那他應該就是 進入關卡OK 那我們先來玩一下好了 等一下再來看看這個 等一下再來看看綠龍巢穴吧 好我們等一下進去觀光一下喔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悉吧 就是 打鴨爸賺分數 黑鴨爸不要打 紅鴨爸特別有錢 特別有分數啊 喔又是這個 龍之谷製作組最用心的BGM 欸欸欸欸 好難喔欸 我記得這關用火砲比較方便是吧 印象中是這樣子啦 喔那現實一樣是兩分鐘喔 欸現在現在中間都沒有黑鴨爸趕快打一打 欸欸欸欸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 欸欸欸欸 來了來了來了 打爆了打爆了打爆了 我印象中 有時候很靠北的黑鴨爸就是 很平均的分布在這個場地上面喔 欸欸欸 加油再加把勁 一千了一千了一千了 再加把勁再加把勁 一千一一千一 一千四一千四 一千五一千五一千六 快快快我們看能不能打到 能不能打到 一千五好了 欸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有機會 幹 幹我突然變天才了 一千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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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幹一千六一千六一千六 一六七零 這分數應該算OK了吧 哇哇哇好多好多好多 但都是一點啊幹 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 打了這麼多分數 然後結果才這樣子 他這次其實綠龍呢 回到重點 這次綠龍他有新增 一千九十五 S飾品跟L飾品 那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了 他針對的內容是 只有針對在綠龍的飾品上面 所以我才會覺得他這一次改版其實 不用心的點是在於他 怎麼講 他並沒有 然後 顧慮到之後這些材料 是不是又要再重新弄一遍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應該是放在 是在巢穴點數裡面嗎 欸沒有嗎 那不然應該就是在 在這個裡面 就是 時空庭院裡面喔 那好像也沒有什麼人 好像沒有什麼人 想要去觀光之類的 不得不說其實現在龍之谷的人數 已經來到全盛時期的 三 一半以下了吧 差不多了 然後這邊還多一個商人喔 這個 水晶商店小幫手 為什麼在這裡 而且 小姐你的頭髮是怎麼了 好啊他這邊有 水晶點數 感覺有點LAG 可是水晶點數可以換這麼多東西齁 我覺得比較值得的應該就是 龍星跟這個吧 衝破極限 好那我們 欸欸欸有點LAG 有點LAG 有點LAG 奇怪我把Win10的那個 限制網速的限制給拔掉了 為什麼還會這樣子啊 幹那是有夠奇怪的喔 那 欸 攻擊隊伍 裡面應該會有一個綠龍Attack Time Attack 好 OK那 風頂指南裡面應該會有這麼一 就是裝備圖鑑裡面應該會有 關於他的飾品 欸沒有嗎 欸沒有欸 喔特殊飾品特殊飾品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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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眼綠光戒指 原古隕石戒指 血色黃昏耳環 海視聖樓沙漏項鍊 然後他就是有分對不對 而且他這次恢復的套裝效果 是還不錯的喔 我還沒廣就有人進來真的假的 那白眼這個是 是 我不太確定這兩個是不是有什麼差 但是 這兩個好像沒差欸 就可能是看你們喜歡哪個就是穿哪一個吧 這樣子 那他的效果其實還就是還整套 還蠻接近 這個 這傻來著的 呃 還蠻接近 太粗的喔 對所以說就 OK 對就是這樣子喔 那他的時空庭院裡面呢 就是也可以買這些東西 那他 L的就只能 用這個time attack 其餘的應該就是沒有了 對其餘的就沒有了 所以他這一次主打的其實就是 他這一次主打的其實 首先是那 那 那 視頻 對對對 一下子突然講了日文 不好意思 那完美點數只有350 幹 大家都來觀光的欸 好那 他們問到說要不要票喔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要不要票欸 我來看一下好了 喔對了 因為我那個轉換秘寶的 那個 轉換秘寶的那啥啊 轉換秘寶的保底喔 啊你們要要花錢就 就靠你們啦 好那他這一次應該是沒有入場的 券 好那 關於還有一樣東西叫復活花 那個東西我我現在不太確定是在哪裡取得 不過 有可能是找爺爺 跟他買東西種那樣去 好 我不太確定但是 沒看到應該就是不是了 好我們等一下進去裡面看看喔 其實說人降到了 全盛時期的一半以下 雖然不為過 但是我覺得龍之谷還是有一定的種子粉絲在 對 那 對啊而且這次綠龍 好像是完整回歸式吧 就除了那個他媽的血量 你給我翻譯翻譯 什麼叫做驚喜 然後最近 不是那個誰小六 小六他不是那個 小六他不是把那個背下來了嗎 我只覺得那個好猛喔 喔有了這邊 有這個 霸龍 那他這邊這個金光水晶喔 就是要怪物們的東西 然後來跟他買喔 喔 珍奇和傳奇階級的緣古隕石戒指 就是他有相對應的材料這樣子 喔好 那我們就準備進去囉 綠龍Attack 成就的話 今日我最美 中二屁孩 那會掉的就是像這些東西 還有傳奇飾品跟珍奇飾品喔 那我們就先進去囉 Green Dragon Nest Time Attack 好 那基本上 如果以故事上來說 那基本上就是和之前的 沒有兩樣 我們來看一下動畫 好彈彈 好彈彈 火焰是不是還是壞掉的阿 我有點怕 欸有點lag 好久沒有 錄影打龍骨囉 好 欸欸欸欸欸欸欸 應該說 欸等等阿 這不傷害還是行的嘛 喔對阿 原始火焰似乎有改過攻擊方式 那 欸 玩煉金術師就是 烈無死的各位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感應是甚麼樣子喔 我們可能隨便找幾隻小怪來試試 這是怎樣 沒有爆炸了嗎 你給我翻譯翻譯 甚麼叫做驚喜 欸欸欸欸欸 我又被定住了阿 幹東方定住了你們 喔原始火焰 喔原始火焰 這 我可以把他認成是壞掉的嗎 我實在不想承認他是我的原始火焰的阿 重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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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的視角鎖定呢 他的視角鎖定有點 範圍有點小 可能是因為我習慣黑殺了吧 現在其實有點不太習慣 龍之谷的 特效 太豐富了吧 欸靠北 那是敵人的東西喔 幹 那他復活是需要希望之花 但是 目前入手方式我還不太確定 所以就先沒有 好那其實ER的部分呢 你隨便組一下其實好像都行喔 但是2R的部分真的是會有問題的 好 好那這邊這個主教快掛了 兩個都快掛了喔 那 還有兩個主教阿 好那他這邊還有兩隻 欸那邊有一隻 偵察者 那第一關就是先把小怪除掉再去打大的 而且這個新的原始火焰我還是不太會玩阿 喔 又召喚了那個 懲戒者 這個黃銅 俗身黃銅的這個懲罰者 奇怪我沒有把我沒有開透明化嗎 這 這 欸 改了喔 很厲害 不可怕 特效可視距離 這樣應該會好一點喔 不過我說真的這個 這一次呢其實這一次比較不 等一下他是不活了就是 再一次 もう一台 反正就是這一次就是 你過1R全員都可以再復活一點 那我不太確定 你森林龍是不是這樣的玩法喔 我們95的龍是森林龍 在菲律賓的座談會上面已經證實了 森林龍為下一隻龍就是我們的海蘭德 完了第二隻 審查者會出來了 呃 偵查者 偵查者 那他這個系統設定是什麼時候改掉的 我不太確定了 好 這樣應該會好一點 好那這樣應該就好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可以再打個一起 好他是不用 好 而且這個卡樂盧斯真的是會一直復活喔 所以小怪還是要先那個啦 好那我跟他們講好這一次 我們能把幾隻幹掉就算不錯啦 而且他剛剛提到重力球 我好像有 我好像有Drum了一個東西 可是我沒有把他 帶在身上 我現在是用什麼啊 幹龍之氣息幹 然後還有死守 不行啦 剩下兩個都不能那個 欸哪 我倒還沒 我很久沒有試試這一招了欸 我來稍微玩一下 好那我們等一下別人喔 就當做 當做拓荒的阿 好那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喔 我剛剛說大喚的12倍血量應該是全部的 好所以單隻小怪還不至於那麽可 就是單隻怪還不會那麽可怕阿 好太好了我們有人掛機 好他飛過來他飛過來了 好那 好那他這一次其實就沒有變嗎 ER ER是殺來者 靠北 前菜就是我們的主教 ER是石泥人 沼澤泥人 我們剛剛誰進來了 有認識了 有認識了 所以我們的聖局是 所以我們的聖局是 我們不可以 他可能會小型吧 也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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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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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也 他這一次的關卡其實 也是像幻龍一樣 打一關哪一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是 那些東西那些掉落物其實就是打完一關就可以拿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是 其實可以拼拼看哪 好 那好像 好像大家都是全民輸出時代現在也沒人玩補是吧 突然覺得好傷心喔 其實我覺得在場的各位應該火力都 這火力就一定比我高啊 這個坦的話就沒關係啦 槍女不在這附近 補野不在這附近 刺客 這每個都比我猛啊 是不是 我覺得好可憐喔 連唯一一個補都要走了 最慘那一種 好了那 我覺得其實 就不要做太久比較好 對 欸 欸大家都這樣子喔 喔那我們 今天的實況還是先到這邊結束好了齁 好不好 其實也半個小時差不多了齁 好啦那 就 今天的實況先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方點個訂閱 以及喜歡 就可以得到每週 獲得不定時的最新動態喔 那也可以到粉絲團來按個讚 Twitter按個追隨 推才能跟隨 嗯哼 那就是這樣子啦 OK那我們今天這個龍之谷呢 綠龍回歸啦 的這個 實況就先到這邊結束了喔 然後 關 於 剛剛那個視頻喔 他是可以加階段的 可以透過那個水晶去加階段 所以他應該是 欸 他的階段是怎麼 他階段是怎麼加的 等一下 不是這樣玩的吧 他說可以加階段啊 好啦總之就不管那麼多但是 應該是可以加 他就是可以強化階段的 對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了 好的那我們今天 就是差不多先這樣子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囉 那 至於那個希望之花 就是那個復活道具呢 目前我還沒有看到 關於他的消息 是真的沒有 是真的沒有看到他的消息喔 對那 還有那個 線上累積活動呢 也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有興趣出去 玩一玩這樣子 小遊戲的話 這個大富翁呢 則是可以繼續囉 雖然我的賽子券不夠了 那他這次的獎勵 也跟上次差不多 喔 OK那這個 泰瓦美樂園也有這個活動 大家趕快去解一解喔 我是覺得 還不錯啦 就是 他的 獎勵還不錯 就是 活動啦 活動 大家可以 是 蠻建議去解的 好不好 那奇異魚的地方應該就沒什麼改動了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此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卡月 那 喔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可以把泰瓦視頻呢 展化成95級的泰瓦視頻喔 可 等等等等 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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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傻捏 把他轉成95等的視頻 啊 我懂他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是說齁 就是把泰瓦轉成95 那 素質不變 但是 可以裝95的榮譽 他是這個意思啦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問我什麼能力沒有提升了 那 就是 他可以使用的是 精緻泰瓦 喔 OK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那其餘的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我們就下回再見囉 大家 掰掰 喔這個綠龍呢 就期待各位去 擊退他 然後 這次也有一個活動 特別額外提醒一下喔 官方這次有 丟出一個活動 是這樣子的齁 他的名字叫綠龍巢穴攻略戰 那 這個攻略戰呢 就是 只要有隊伍錄影 通關 然後PO上網的話 那麼 前三名的隊伍可以獲得坐騎 雖然我覺得這個坐騎呢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沒有用 但是 有收藏癖好的人來說就是很棒的收藏品 欸 投稿者 是 崇高的綠龍坐騎 其餘的就是 黑鑰匙瘋龍了 那如果有隊伍 火力夠又有學拍攝者 歡迎找我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我的火力真的不足以打 我頂多當補幫你們 做support這樣子 但是我的火力真的沒辦法 就是這樣子啦 對 很不要臉的跟大家講了一下 那希望之花 這個東西 我還是 還是沒看到 欸我真的沒看到希望之花這東西啦 好不好 對啊希望之花在哪裡啊 官方並沒有名講希望之花的取得地點 所以這個就不好說 而且可以復活25次欸 有點猛 那希望之花 希望之花的情報如果有其他人找到的話 那歡迎在巴哈貼給其他的冒險者們這樣子 好的那 我是卡月 我們下次龍之谷再見囉 大家拜拜 順便抱怨一下 喔唷為什麼要給我雅姐的刺青吶 呵呵呵 要受到了 他自己從來 的